另外關鍵的引帶內容 又究竟為何 為什麼就這樣 凭空消失了呢 那麼為了要追回 這個消失的80分鐘的監視器畫面 那麼軍檢已經把這個監視器的主機 硬碟送到了調查局了 原本很擔心說 這個主機被關掉 會沒有錄到關鍵的證據 但現在這個監視器畫面 疑似就是在特定時段的 四個檔案是被刪除的 我們來看看 就是包括了之前 這個家屬懷疑的 在七月三號的五點半到六點 那麼當時這洪仲秋的手腳狂抖 然後倒地二十分鐘之後才送醫 這一段的畫面不見了 還有七月一號的兩點到三點二十 這洪仲秋的雙腳拇指都扭傷了 怎麼會這引帶都不見了呢 不過其實以調查局的能力 就算是檔案被刪除 或者是都已經被格式化了 其實通通都能夠搶救回來的 而復原的最後結果 明天就會出爐 殺手狙擊行動 裝有機密資料的手提電腦 被炸到只剩焦黑外殼 為了找到敵方線索 還得靠電腦工程高手 將檔案一一復原 而為求真相 紅仲秋家屬要求軍方交出 禁閉室內完整的監視器錄影帶 不過只看到部分片段 七月一號下午兩點到三點二十分 八十分鐘四支監視器畫面 五段消失 監視器畫面當中消失的八十分鐘 到底去哪裡 現在主機被送進了調查局 如果檔案是被刪除的 就可以被救回來 真相很快就會大敗 軍方採用監控晶片 連接電腦主機 懷疑是特定時段的檔案 遭到人為刪除 以調查局的復原能力 只要主機沒有被中途關掉 所有被刪掉 或是被格式化的檔案 通通都能救回來 要讓畫面還原真相 檔案到底是誰刪的 又是誰在幕後想 隻手遮天下指導旗 消失的八十分鐘 洪仲秋到底受到 怎樣嚴酷的折磨 又是誰將洪仲秋逼上絕路 其中隱藏的秘密 馬上就要被揭露 東三新聞 蔡建皇 俊元在台北報導